警察知法 嚴授中立 我們是一群在預售運動期間 曾經被警方用一些暴力 以及在激留期間遇到一些不人道改善的市民 今天我們召開這個記者會 其實是要抗議警方濫暴力的示威者 以及譴責警方去剪輒激留人士的基本人權 當然我們沒有受到一些好刑 但是一些不人道或者有肉人格的行為 例如警方罵我們是垃圾 甚至乎我們要去石頭間 然後他問我們是否很急 如果很急的話我們有橡筋 等等這些其實已經是很不人道 並且是有我們人格的行為 那警方在拘留期間不當地去逮捕 或者不當地去對待一些被捕者 也是一種不人道的對待 如果在拘留程序裡面已經是不當 並且對拘留程序構成拘留者 而且是構成任何影響 不單止我們認為不單止是不合法的 去損害了人身自由 亦有為公正和合法的原則 因此我們對警方處理 11月30日至10月1日期間 被捕的示威者的行為予以譴責 並且要求政府相關的部門去進行調查和跟蹤 以免我們香港作為國際刀會的文明形象 以及我們香港市民和警隊的互相關係破壞